外面的世界都很大 你不要經常覺得大樹很遮蔽 我想澄清一件事 那裡也不是一個平衡 永遠都是大樹很遮蔽 但找不到吃 我在公司13年 10年參加超級巨星 第一原因是因為原約 合約已經完成了 第二我覺得好像沒有發展 感覺上 實質上也是 所以就很大決心 不如走吧 趁我自己做年輕 推出這個世界闖 再學多些其他東西 你再不走又好像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我是一個很感情用事的人 當我決定這件事之後 我是有點難捨難離 因為我都是人生第一次打份工 13年 我沒試過打份工13年 然後裡面有很多 我很多的開心、不開心 喜怒哀樂的經歷在裡面 始終都是會有點不捨得 不用你的同事 大家開工的時候 認真是認真 玩的時候 玩得很融合、很投契 因為外面的世界都很大的 你不要經常覺得大樹很遮蔽 但我想澄清一件事 可能外面有很多暴徒說 離開一個舒適空 我想澄清一件事 那裡也不是一個舒適空 永遠都好像大樹很遮蔽 但找不到水 可能有一棵大樹 遮蔽陽光 你不太曬 但你有沒有水喝 你也是沒有水喝 今天鬆子不過是 有瓦遮頭 不用日曬雨淋 但你又很口渴 很肚餓 我發覺這件事真的很巧合 巧合到不得了 明天13號 剛好12號是正式懸弱的日子 你想想懸弱之後 有第二個事名 就是人生第一次走上擂台打拳 真的很巧合 那我選不選擇是誰選擇13號 對不對 不是 說起你的起雞皮 不知道是否上天安排這件事 到接了這份拳賽工作之後 我正式學習的時候 四月 四月的時間 就開始認認真真地操練 到現在了 你會怎樣操發的呢 這兩個月 過程是痛苦的 身體機能越來越差 去做一些很劇烈的體能訓練 譬如跑步也不再講一下 跑步也比你還舒服 去打沙包 或者是有個師傅給你 打… 打你30秒 其實你都已經… 氣來氣喘了 我試過他們所說的爆胎 行了,我就是跪了 先休息一下 但他們死也不讓我 死也不讓我起床 起床 你上台是否這樣 是… 這個只是我剛開始適應的時候 現在好了很多了 聽他們打拳的人說 你上台有件事可以幫到你 就是腎上線數 即每一個拳手上台打的時候 你的腎上線數會很高 到時你會忘記一切的東西 好,謝謝 你… 說下雨節 警告 說下雨節 說下雨節